主席各位委员有请蔡主委 请蔡主委 郑委员早 主委早 请教蔡主委 医用及非医用的 油理辐射安全防护检查与管制 这是你研能会的职责 因为在你的组织法里面有这样的执掌 那除了在执掌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法规作为一个意境 这个部分专用的一个管制法规 就是油理辐射防护法 油理辐射防护法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 刚刚委员所讲的所谓的油理辐射安全的管制 所以相关这些各类的证照的审查 还有核发 还有辐射安全管制及检查作业 都是依据这个 还有它底下的一些办法等等的 那它所产生的这些 这个物料 放射性物料或是废料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法 叫做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 所以是根据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请教这个主委 这个医用或是非医用的 这些啊 跟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称的 核子原料 有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问我们同仁 核子原料是专职 好像它有限制 并不是完全的放射性废弃物 不是 我说原料 跟委员报告 那个在医用非医用 它所产生的都是属于地方射性废弃物 呃 也许会有一些医疗机构或者是 呃 非医疗机构 它会使用 呃 属于 呃 核子 呃 核子原料 一些东西啊 去做实验 或者做研究的用途 那是非常少数 是会用到核子原料 对 因为核子原料 它其实非常 非常specific的一个定义啦 不是所有跟核子相关的 都叫核子原料 那会不会 会不会跟这个核子燃料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原料是有 当然 核燃料应该也是算核子原料里面的 一种吧 不是吗 不是 因为对这个 在放射 在那个管理上面有核子原料的定义 也有核子原料的定义 那 国内的 医用或者是工业用的 都是属于这个核子原料这一块 只要还是在学术研究应用的方面 好 那它 让它 让它后来产生的废弃物 当然就是 属于 放射性的废弃物 是的 所以它是受到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的规范 没错 是的 所以你们相关的这些 检查或者管制 就会依据 依据 对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是 是 就联能会的 联子能委员会的 一个立场 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争论 这个 你也都在场 到底是叫 非核家园 还是 这个 亲民党首提的 零核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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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名称不是你定的 因为那是这个 经济部 你的法案 是 就你的 以现在我们这样去讨论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医用 还有非医用 还有农业 工业 很多嘛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变成说这个 到底这个 名称 因为基本上 这个 因为它跟环境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 管制的话 没有做好 做好这个 这些物料管理的话 是 它对环境 还是 也会有些影响 是的 所以它基本上 也是属于 环境 基本法 所要 所要这个 大言者 所要考量的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不 我想这样子 我们还是回归到 不是最近提出来 这些法案 而是回归到 环境基本法的 第23条 的这个非核家园 说实话 因为这个环境 基本法 对于这个非核家园的定义 事实上 没有那么的明确 它没有定义了 对 是没有定义 是没有定义 不过 我想从大家 所认知的 这个范围里面来看 它应该还是指的是 核电的应用 那至于说 非能源的这个应用 刚刚委员所讲的一些 这个无论是医用也好 非医用也好 等等 这些民生的应用的话 应该是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不过委员所讲的也没错 就是说 即使是不在这个范围 可是这些所产生的 放射性废弃物 它对环境也是未有一些冲击 所以应该也要安全的管制 要安全的管理 我想这个都完全正确 另外请教这个主委 是 这个蓝椅的核废料主存厂 蓝椅主存厂 是 你们是怎么样去 有怎么样的一个机制 来去 这个核主存厂的一些安全管制 我想 主存厂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静态的 不像这个核能电厂 它是一个动态的 所以它的管制的做法 比较没有像核能电厂 视察的频率那么的高 那 在过去做 减整的过程 但我们视察的频率 会比较提高 那现在因为减整 结束了以后 我们又恢复到比较静态的管制 那这个频率大概是每个月 会去做一次检查 那不过呢 除了这个以外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法规上的要求 比如说 刚刚讲的服法也好 这个 服房的法规也好 或者放置性物料管理法也好 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这个 Document Paper Word 相关的一些要求 那这些平常也 台电自己本身也都要做 所以我们去视察的时候 除了视察那个时候 所看到的状况之外 会看他 这个月之内 他所有这些相关的记录 所以这个 就把这个 时间的落差 可以把它弥补起来 所以你们 平常是每个月会去一次 是 那之前 在减整之前 也是这样每个月去吧 在减整的期间 当然频率会比较高 我说之前 在还没有做减整之前 上一次的减整之前 对 也是一样 是属于比较静态的管制 那上次的减整 之所以要减整 是因为你们的发现 还是台电的主动 历史上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 是台电主动发现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 汇料桶是在蚝沟里面 所以上面有 很厚的一个盖子 粉泥土板 那一定要用起重机去掉 所以在 十几年前 就有发现到 有这么的一个情况 所以 可以说是大家 大家 在那时候就 已经了解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起重机的 掉开 一定是 主持人厂的员工 所以 这个问题的 这个 发现一定是 台电主持人厂 它第一手 因为它打开来 它才会看得到 不过我们 那时候就已经 掌握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 从那时候就开始 针对这个 修车桶的问题 如何 来做技术的研究 发展 然后经过 试检诊 然后到最后的 前面的检诊 一切都按部就班 现在已经处理完毕 所以是十年前 这个开始 不止十几年前 已经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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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什么要做那么久 那个 检诊这么久 跟委员报告 那个 蓝鱼组成厂 它是豪钩式的嘛 所以有三分之后 是在地下 三分之后 在地上 那可以理解到的 就是说 这修属汇料桶 你如果用 新的一个组成的容器 来重新做一个打包 那这方面呢 就是经由这个 技术的研究发展 它要实验一下 看看新的这个组成容器 好不好 第二个 要特别考虑的就是 你减整作业 是如何 来进行 比较不会去影响到 作业的环境 所以这个方面 都是要 不断的 这个尝试啊 有把握的时候 才来做 所以到最后才说 那我们应该还是在 有室内的空间啊 来减整 最能保护这个环境 所以 是很慎重的 在做啊 所以 有一点时间 对 花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 会不会因为 这样的一个 那么漫长的作业 而造成 环境的影响 甚至人 人的影响 这一点我倒是会 很有把握的 跟委员报告 因为蓝宇主持人堂 那周围的环境 也没有受影响 有两套的环境 的辐射监测 计划在执行 一个是 依法定的规定 台电公司的放射实验室 要在蓝宇前岛 就要布点 要取样 發言分析 另外 在圆能飞的辐射偵測中心 我们也是平行的 在蓝宇的地区 布点 这方面的资料 都 圆圆本本的 在网站上面 都有对外公开 这一点是可以 很有把握的 跟委员报告 蓝宇地区 的确没有受到 環境的污染 因为这十多年 十多年的期间 我还住过那个地方 不是住蓝宇的 那个住家 是住在台电的 它没有一些基住的地方 所以你保证是没有 人类的一个危害 还是环境的影响 是的 是的 好